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现有优势产业集群如何搭上跨境电商这艘快船出海 外贸新格局下如何让更多优秀的温州制造被全球消费者了解和接受 近日我是陆城欧海瑞安永家四地入选省产业集群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试点县市区名单 将在通过跨境电商推动产业发展上先行一步 前面这款产品就是我们称之为奔船公元设备 非常受北美 澳洲 欧洲 以及以色列 日本这些国家的青少年的欢迎 在立本集团的产品展示区 该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一款专门为海外市场研发设立的产品 奔船公元系列 其通过跨境平台的销售每月都达三百多万元 据了解作为行业龙头企业 立本也是最早接触跨境电商的叫玩具企业之一 目前其90%的新客户资源是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建立联系 此次永家叫玩具产业入选省产业集群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试点线名单 企业负责人王永宝表示非常期待 希望说这个跨境电商释放区做起来的时候 就得整个产业链可能也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吧 就是说可能这个出口也会增大 国际的影响力 国内的影响力也会增强 去年永家县交玩具产业实现产值53亿元 其中网络销售总额约10亿元 而直接间接出口的约1亿美元 围绕到2018年全线实现跨境电商交易额 2亿美元以上这个试点目标 下阶段永家将重点推进跨境电商一条街 跨境电商城 叫玩具产业孵化园等本土平台建设 打造功能齐全的产业集群 并外引内域跨境电商龙头企业